因為今年有11萬多人報名 這麼多人一定會有很多垃圾 如果說我們東西亂丟 會被人家講說我們是 品質不好的香燈角 所以就想說不然加減減一下 媽祖也保佑我很多 幫忙了我很多 我們用這台車在鑽香檳卡 我是很開心的心情 問大家都來坐我的車 沒有人買坐我也很煩惱 嘿 你好 這麼遠就來跟我們揮手 我從台中來耶 台中來 對啊 所以這次怎麼會想來參加呢 我來撿垃圾 我來撿垃圾 哇 你很感動耶 我才剛用完好幾袋而已 真的假的 對啊 你怎麼會想要這樣子做 因為今年有11萬多人報名 對 那這麼多人一定會有很多垃圾 那如果說我們東西亂丟 其實會被人家講說我們是 就是品質不好的香燈角 那如果我今天是居民 我當然會覺得說 你這個收錢這樣 對啊 所以就想說 不然加減減一下 其實大家還蠻守秩序的耶 就是有看到有垃圾 就會立馬拿過來 也不會說就是亂丟啊 亂塞之類的 我們是樹脂豪的香燈角 抽繩的垃圾袋 然後跟夾子 對啊其實就是分兩邊啦 就是環保跟一般這樣 第三次 第三次 那這樣子做是第幾次了 第二次 第二次的 因為前面都是人家就是 這樣子對我 所以我想說啊 化身啦 原媽祖也保佑我很多 幫忙了我很多這樣子 那幫忙你什麼可以跟我們透露一下 就不管是家庭上面 還是工作啊 或是感情上面 其實只要有不順遂的時候 就會覺得啊 會覺得心裡面點點這樣子 可是如果到那個 公天公 就會覺得心裡面很溫暖 像今天看到的時候 就噴嚇就哭了 第一年 因為我開始大孫 我不知道說可以載香燈角 所以第一年我載五個而已 然後第二年我就跟媽祖求說 要載一百的 媽祖就讓我達成我的願望 一百多 再來第三年我要載兩百的 就達到 再來又三百多個 四百多個 對 然後到去年 我要載五百的 因為去年那個疫情很嚴重 很嚴重的時候就沒辦法 所以只載這樣 但是我今年 我載一個載你 我又跟媽祖拔杯 我希望我今年又載五百的 但是拔不杯 拔不杯我想是因為 今年人數很多 沿路上的車輛很多 可能比較沒有載 反省時我會超過五百的 可能是不夠 可能會超過 所以媽祖不讓我載 不過最重要就是 我們用這台車在載香燈角 我是很高興的心情 就是希望大家都來坐我的車 沒有人要坐我也很煩惱 很多人看到我 啊 賓士捷來了 賓士捷 9899999又來漏 嗯